为了千万富翁在自杀之前 事先给自己定了七条计划 那就是去拯救七个陌生人的生命 在受到帮助之前他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必须验证对方是否真的是的好人 仅仅是因为昨天晚上他在驾车的同事撇了一眼手机 从而导致七条人命在那一瞬间离开人世 这其中就包括他深爱多年的妻子 即使警方判定这次事故原因是由对方逆行才导致的悲剧 但那无尽的愧疚感却始终无法让他原谅自己 为了弥补他亲手造成的罪孽 蒂姆决定拿自己身上的七磅肉作为祭品 去拯救七个善良的陌生人来完成自我救赎 他仔细地筛选着那份急需帮助的名单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过后 蒂姆选中了第一个幸运的人 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盲人推销员 为了能测试对方的品行 蒂姆用尖酸刻薄的话语去羞辱他 想尽一切方法去刺激他 甚至故意利用他盲人的身份来激怒他 可万万没想到对方始终保持理智 心平气和地与他结束了这次谈话 然而蒂姆刚当挂断了电话却又开始自责 他知道自己不该那样咒骂一个温柔善良的人 更何况对方是一个看不到这个世界的盲人 蒂姆当即决定将自己的眼睛捐献给他 可他转念一想 仅仅是因为工作态度问题 并不能百分百证明他是一个好人 于是蒂姆趁着盲人下班的时候 悄悄地跟在后面连续观察他好几天 蒂姆发现盲人为了生活 会经常在时代广场表演钢琴曲 从音乐中似乎能听出来他对于生活充满了热爱 奇怪的是每次表演完毕 盲人都会来到咖啡厅 从他的一系列举动中能看出来 盲人对这个服务员非常有好感 可他谨慎入微的样子看起来却又是那么可怜 好像生怕自己的哪些举动会给对方带来任何不适 蒂姆主动走上前去询问 既然喜欢对方为何不主动去约他 可盲人的回答却又让人听起来是那么心疼 在这个纷纷复杂的世界里 人们总是害怕面对自己的缺险 害怕别人嘲笑自己的不足之处 然而这个深处黑暗的盲人 却能以微笑和勇敢的态度面对着自己的人生 蒂姆现在确定她是一个值得帮助的人 第二个需要帮助的人是一家养老院的院长 资料显示院长是个品行端正富有爱心的成功人士 可她却不幸患上绝症 急需社会上的爱心人士帮助自己骨髓移植来延续生命 由于她的养老院已经拖强了政府几十万的税收 蒂姆就假扮国税局的工作人员前去查看情况 此时的院长正在劝说一位不愿意吃药的奶奶好好吃药 看到对方的表现蒂姆感到非常欣慰 可奇怪的是 院长的举动却让床上的奶奶感受到了恐惧 她本人非常清楚自己税务上的问题 于是希望蒂姆能宽限自己半年时间 毕竟她的病情需要治疗 还有那些无助的老人们需要她的照顾和赡养 然而蒂姆从院长闪躲的眼神中去看出了她在说谎 毕竟一个能买得起新款豪华跑车的院长 怎么可能去拖欠税务长大经验 随后蒂姆来到老人病房 她希望更多地了解那个男人是否值得自己帮助 老人拿起一旁的笔记本 颤颤巍巍地写下了关于院长的所有恶行 老奶奶仿佛抓住了一颗救命稻草 她哭着向蒂姆诉说了院长那不为人知的秘密 老奶奶说自己每次吃完院长给的药物过后都会昏睡过去 如果自己拒绝服药就会遭到院长的残忍殴打 无助的奶奶只能独自一人默默地忍受这份痛苦 蒂姆听后心中燃起一股强烈的正义感 她抱起奶奶今天势必要帮她讨回公道 蒂姆让护工帮助奶奶清洗身体 以便于仔细检查奶奶身上的疤痕 面对院长这种伪君子 蒂姆的眼神瞬间变得冷淡又坚定 她简直愤怒到了极点 蒂姆真是万万没想到 这个世上竟然有人假借爱心之名 来满足自己那不知廉耻的私欲 她原本准备无私奉献的补损 却差点挫付给了眼前这个人面受心的伪君子 蒂姆选出的第三个目标 就是这个执教多年的冰球教练 即便肾脏方面的疾病 已经让她慢慢地走向生命尽头 教练依旧每天朝九晚五地督促学生刻苦训练 甚至她还用自己为数不多的养老金 去资助了几个需要上学的博尔 明明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她却还在为别人寻觅希望之光 教练的善良与无私的高贵品质深深地打动了蒂姆 她没有丝毫犹豫 当即就决定将自己的肾脏捐给对方 教练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素不相识的人 对自己能做到如此慷慨 然而蒂姆只是坦然一笑 即将迎接新生命的教练 对蒂姆的行为感到不解 很快蒂姆找到了第三个需要帮助的人 她是一个身患白血病的小男孩 经过蒂姆的深入调查发现 男孩一家人已经为生病治疗花光了所有 可病魔依旧无情地侵蚀着她幼小的身躯 尽管一家人的生活即将走向绝境 可他们依旧相互理解咬牙坚持 蒂姆从这个家庭中感受到了心情的温暖 这次她并没有和之前一样上前交谈 因为她不想让一个孩子的内心产生愧疚的心理 幸运的是蒂姆刚好与男孩的骨髓完全匹配 她也毫不犹豫地和医生签订了捐献协议 虽然手术过程很简单 可蒂姆为了身体的其他内脏功能完好无损 她始终拒绝使用麻药来缓解抽离骨髓的剧痛 就连手术医生都称赞她是自己见过最勇敢的捐献者 手术过后的蒂姆甚至疼痛到几乎无法站立 每走一步她都会咬紧牙关拼命坚持 因为她现在不能停下休息 毕竟每个等待捐献的病人随时都在与生命奋力抗争 蒂姆现在相当于同时在与七个死神赛跑 很快她就找到了第四个目标 对方是一名长期遭受家暴摧残的家庭主妇 她不止一次跟男友提出分手 但每次都差点被对方活活打死 她非常渴望逃离这个充满暴力的家庭 可身边两个无辜的孩子此时却成了她命运的家庭 康妮不止一次打电话到妇女协会求助 但每次对方都无能为力 前几天试图逃跑的康妮还不幸被对方打断了三灯肋骨 蒂姆开口就要给她一大笔钱 希望让她带着孩子能够远离这个充满暴力的家 然而康妮并不相信天上会掉线地 她严重怀疑蒂姆是卑鄙的男友派人来试探她的想法 还没等她说完 康妮就警告蒂姆马上离开自己的家 她眼神中透露出深深的绝望和无助 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与自己为敌 无奈治下蒂姆只好留下自己的名田 蒂姆想让对方知道她并不是孤立无援 可万万没想到 当天晚上蒂姆就接到了康妮的求助电话 很明显她再次遭受了男友的家暴 现在她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 那个曾经被自己赶出门外的陌生人 蒂姆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汽车送给了她 同时送给她的还有蒂姆的海景别墅 即使不为自己 她也要为身边的两个无辜的孩子 蒂姆送给她的不仅仅是车子房子 更多的则是一个重新开始生活的地方 这里能让她远离暴力 治疗内心的伤痛和不安 康妮在桌子上发现了一份 早已准备好的房屋转让合同 信封里清清楚楚地写着蒂姆的一切 只要她愿意签上自己的名字 那么这里的一切都将归她所有 唯一的条件就是永远不要和蒂姆联系 只要康妮能够好好地生活下去 那就是对蒂姆最大的回报 现在她必须尽快找到一个 能接受自己心脏的人 好让自己能更快地完成 生命中最后的使命 通过筛选蒂姆找到了一个 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女人 为了能缓解疾病带来的痛苦 艾莉早已债台高筑 蒂姆像之前那样 假扮税务局工作人员接近艾莉 可刚当初院的她根本无法正常工作 更没有能力去偿还这笔高额债务 见此情形蒂姆只能干大地 赶紧结束了这场对话 等到了第二天 蒂姆再次找上了门 这回她并没有和艾莉提出 税务上的问题 而是主动帮对方包揽了遛狗的工作 当艾莉看到对方笨拙的模样后 内心也是放下了对她的戒备 通过这次短暂的接触 艾莉发现蒂姆对她的税务问题 似乎并不在意 反而更加关心自己心脏方面的问题 然而她的这种先天性心脏疾病问题 好像根本没有办法解决 毕竟很少有人愿意 以生命为代价去拯救他人 殊不知眼前做的这个刚好 就是愿意帮助艾莉的那位闺女 蒂姆并没有当场说出实情 因为她希望能再更多地了解一下 这位接受自己馈赠心脏的陌生人 临走之前 她特地为艾莉交代了延缓税务的方法 并且留下一张自己的明天 让她有时能随时联系自己 这也更加让艾莉感受到蒂姆的善意 并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 这天晚上蒂姆租下了一间汽车旅馆 还在里面养了一只香水母 很明显她已经做好了完全的准备 蒂姆让好兄弟对自己承诺 到时候一定要按照自己的计划 去完成所有的事情 虽然好兄弟不愿意看到 如今的蒂姆变成这样 可她还是眼含泪水 向兄弟保证让她放心 谁知第二天正在遛狗的艾莉 突然感到呼吸困难 就这样重重的摔倒在了自家里头 没有家人没有朋友的 她选择给蒂姆打去电话 物身一人的 她想在最无助的时候 倾诉自己的心情 她问蒂姆有没有想过放弃生命 为了安慰艾莉 她谎称自己从来没有 一边为艾莉讲述很多温馨的故事 一边急匆匆地赶往艾莉所在的医院 在蒂姆的安慰下 艾莉逐渐放松紧绷的神经 死亡的恐惧也逐渐在脑海中烟消云散 当蒂姆赶到艾莉身边的时候 她已经抱着电话黯然入睡 蒂姆收起了艾莉身边的电话 然后坐在一旁 讲述自己藏在心中的秘密 这天晚上蒂姆没有回家 她生怕错过了这个能拯救对方生命的机会 晚上蒂姆坐在床边守护了整整一夜 这也让艾莉的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感动 可此时的医生却带来了一个让她无法接受的事实 经过检查 他们发现艾莉的病情已经恶化 心力衰竭的速度可能随时挥要了她的命 目前留给她的时间最多也只有仅仅一个月 为此医院将她生计为一剂病情 还给她配备了一个传呼机 一旦找到能匹配的心脏时 这个传呼机就会立即响起 艾莉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即使她过去对生活一直保持着积极向上的乐观态度 但在面对生死的情况下 她还是无法一直内心的恐惧哭了起来 现在与其在医院等待死亡降临 不如积极地去享受剩下的美好时光 面对眼前这个在生命最后时刻出现的挚友 艾莉也将她是做自己心灵上唯一的寄托 蒂姆每天都会找各种理由来爱你的家主动帮忙 艾莉也会给她介绍曾经的自己 还有那些陪伴了她多年的明信片印刷机 虽然有的机器已经老到再也无法维修 但她依旧会认真地面对自己工作和生活 艾莉总是会将自己的过去一角束给身旁的蒂姆 而蒂姆也向着安静地倾听着 为艾莉仅有的生活增添了一丝温暖的光明 艾莉幻想有一天可以周游世界 或许她也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尽情地自由奔跑 可现在看来普通人的一切对她来说都是那样奢侈 蒂姆送她回家的那一刻 艾莉情不自禁地亲吻了蒂姆 这一瞬间竟然动摇了蒂姆赴死的决心 她回到刚才和艾莉一起畅聊的眼外 仔细回味着与艾莉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这天晚上 蒂姆带上工具悄悄地来到艾莉的工作室 经过她一晚上的不懈努力 终于将那个老到不能再老的印刷机给修好 可蒂姆刚回到旅馆 内心深处的回忆再次将她的灵魂拉回原点 她根本无法逃脱过去的阴影 也永远无法抹出灵魂深处的那道伤痕 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噩梦就像是死神一样 时刻提醒着她还有未完成的食用 看来这个计划还需要持续下去 这天傍晚艾莉打电话邀请蒂姆来家里做客 不知为何她这次特意刮了脯子 她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期待什么 可艾莉的行动让她仿佛看到了未来 穿上这份新衣也让她瞬间有了家一样的温暖 蒂姆现在的心情就像是眼前的烛光缆餐 自从妻子离世以后 这是她第一次吃到如此美味的食物 当然蒂姆也为艾莉准备了惊喜 那就是眼前这台被她修好的印刷机 这天晚上朱丁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晚 两个孤单已久的灵魂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 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可越是爱得深刻越是害怕失去对方 艾莉曾无数次的幻想和蒂姆一起幸福生活 而蒂姆又何尝不是如此 可这朱丁是一场没有结果的爱情 蒂姆趁着艾莉熟睡之际 她翻越围墙在大雨中极限奔跑 她找到了艾莉的主治医生 急切地询问着艾莉目前 到底还有没有活下去的希望 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想让艾莉活下去 那么就必须执行自己最后的计划 或许牺牲自己才是那最符合逻辑的抉择 既能以生命的代价为不错赎罪 又能挽救艾莉娜摇摇欲坠的未来 此时正在熟睡的挚友接到了蒂姆的电话 蒂姆坦然地回到了她的住所 即使早已准备好了一切 但死亡的恐惧仍然让她感到无法喘息 蒂姆拿起电话 给先前辱骂的那个盲人推销员打了过去 她为之前自己的失礼向对方道歉 随后又让盲人做好手术的准备 接着她将事先准备好的冰块全都倒进浴缸 在精确地计算好时间以后 她拨通了医院的急救电话 在电话中她尽可能地保持冷静 可那颤抖的声音依旧无法掩饰自己的悲伤 随后蒂姆艰难地泡进了装满冰块的浴缸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将自己仅剩的器官保持完好 随着她将冰桶中的水母刀进浴缸 她也即将走向生命的尽头 这是一只拥有致命毒素的水母 只需短短数秒以内 那股难以忍受的剧痛就能瞬间贯穿地女的全身 她痛苦地拼命挣扎着 同时她也祈祷自己的生命能尽快得到解脱 然而在赴死之际 她仍不忘在浴缸旁边留下一张醒目的字条 提醒着即将到来的救护人员 小心浴缸里的剧毒水母 此时她的内心也随着当年的那场车祸就此离去 她的生命也彻底得到了救赎 蒂姆的时间卡得非常准确 她如愿以偿地死在了医院的墙 就是朋友按照她原先的计划 将眼角膜送给了那个盲人推销员 同时沉睡中的艾莉也被那个代表希望的传呼机惊醒 她原本想和身边的蒂姆分享这个好消息 殊不知她深爱的那个男人正在医院等着她的到来 艾莉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 他们二人再次相遇竟然是以这种方式 也许只有这种方式 才能让他们永远地活在一起 蒂姆的心脏成功地在艾莉的身体中跳动起来 直到艾莉康复出院这天 蒂姆的哥哥才把她一切的计划都告诉了艾莉 当年她得了肺癌 是蒂姆将自己一半的肺液送给了她 蒂姆的肝脏让福利中心的那个善良女人重获新生 她的补髓让一个年仅十岁的小男孩看到了人生的希望 她的肾脏让一位冰球教练继续闪耀着她的精彩人生 她的房子车子还有金钱 让一个受尽了家庭暴力的母亲重新开始生活 她的眼睛给了一个盲人推销员重建光明的机会 而眼前的艾莉康复得了她的心脏 得知真相后的艾莉一世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她不知道自己深爱的那个男人竟然是一个天使 是她用生命让自己重新活了下去 在蒂姆的葬礼上 那个盲人推销员正在弹奏着欢乐的钢琴曲 这是蒂姆赐予了她眼前的一切 她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出了艾莉 她们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 那是一种超越言语的默契 明明两人从未相识 却像亲人一样莫名的熟悉 蒂姆因为一次车祸让自己强行背负了气氛罪名 她将自己这气氛罪恶化作气氛救赎 帮助了气味需要帮助的友善之人 上帝创造世界用了七天 而蒂姆仅用七秒就毁掉了自己的人生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不断犯错 又在不断弥补过错 所以我们要学会暴隆别人的过失 因为谁都不是上帝 但谁都可以成为天使